雅虎因为商业和法律环境恶化彻底退出中国 弗吉尼亚州长竞选 蓝州可能翻红 拜登声望已经开始影响民主党 各地市长竞选 参选人的胜败可能取决于他们对警察的态度上 美军核潜艇南海撞船事故报告出炉 北京不满意 华裔男子大闹航班 交通部考虑出台禁飞黑名单 与马斯克的星链网络计划竞争 亚马逊促FCC批准卫星发射计划 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关注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11月2号星期二 接下来带您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11月2号 雅虎公司宣布撤出中国 理由是中共商业和法律环境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这是继领英退出中国以后 最新一家因为中共政府收紧企业规定 而选择撤出的外国公司 雅虎表示 公司从11月1号起停止提供中国服务 成为撤出中国的第二家美国知名科技公司 在上个月 微软旗下的领英宣布关闭在中国的业务 而领英是美国在中国最后一个主要的社交媒体 雅虎发言人表示 鉴于中国日益有挑战性的商业和法律环境 从11月1号起 中国大陆将不再提供雅虎的服务套件 雅虎表示 公司仍然致力于维护我们用户的权利和自由开放的互联网 据网络媒体TechWeb的报道 中国大陆将无法再访问雅虎服务 雅虎在全球其他地方的产品以及服务不会受影响 雅虎退出之际 恰逢中共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 这个法规将限制科技公司收集数据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雅虎离开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 雅虎的退出提醒人们 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面临的挑战 是越来越大 包括面对更为严格的数据和隐私监管 低远政治紧张局势和与大流行病相关的严格规定 彭博社报道说 中共法律规定 如果当局要求 在中国经营的公司就必须要交出数据 这使得西方公司难以在中国经营 因为他们可能面临屈服于中共要求的压力 2007年 雅虎曾经将两名中国持不同证件者的数据交给了北京 最终导致他们入狱 雅虎因为这个事遭到了美国国会议员的严厉批评 驻上海国际商业和咨询公司管理顾问卡梅伦·约翰逊表示 新出台的中共隐私和数据安全法规 增加了在中国运营的不确定性和合规成本 一些公司他们宁愿退出 也不愿意应对增加的业务风险 今年以来 中共当局对大型科技公司进行了一系列打击 新的隐私法是最新一轮打击 几乎所有中国的大型的互联网公司都受到了影响 比如阿里巴巴在今年的4月份因为违反反垄断法 被中共罚款28亿美元 弗吉尼亚州州长竞选在11月2日登场 原本胜券在握的民主党籍候选人麦考利夫选情告急 有可能被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杨精反超 国会山的报道说 激烈的弗吉尼亚州长竞选 在某种程度上是拜登和川普之间的对垒 共和党州州长候选人杨精 最后一次集会人们热情高涨 昨天他在弗吉尼亚州海滩的集会 有超过2000人到场 而他最后在劳登县的活动至少有3000人来观看 两党候选人在今天11月2日举行的选举中激烈拉锯 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哈伍德在特稿中说 弗吉尼亚州选举大有共和党候选人胜出的可能性 但其实无论选举结果如何 明年中期选举对民主党来说都不是吉兆 据国会山的报道 激烈的弗吉尼亚州长竞选 在某种程度上是拜登和川普之间的对垒 杨金如果获胜将极大鼓舞全国的共和党人 同时也将加重拜登他本已经存在的大麻烦 比如包括支持率下降 立法议程难以通过 供应链危机 以及公众对通货膨胀和移民等等问题的不满 这是在明年中期选举之前最受瞩目的一场选举 在弗吉尼亚州竞选开始的时候 民主党人希望提名人麦考利夫 能够像拜登去年 在弗吉尼亚州以10%的优势赢得川普那样 但是在最后阶段 杨金支持者的热情明显更高 即使是在倾向于民主党的北弗吉尼亚郊区 也是这个情况 与此同时 麦考利夫因为民主党选民情绪低落 也是举步维艰 然而真正的问题还是 这场竞选活动正在成为拜登任期的全民公投 拜登目前的声望不佳 NBC最新的民调显示 拜登在全国支持度只有42% 拜登的支持率下降 连带着影响他所代表的民主党支持率 对于明年11月份将会举行的国会改选 有44%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将会投票给共和党 而民主党的支持率为41% 这也是目前杨金可能胜选的原因 哈伍德指出 如果拜登的声望持续不佳 对明年全国各地国会议员选举的影响将会如何 恐怕就是不是政治敏感度高的人士也可以预见到 11月1日 弗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已经把对竞选的评级 调为从倾向民主党转变为倾向于共和党 11月2日 美国各地的选民将从候选人中选出新的领导人 而参选人的胜败可能就反映在他们对警察和犯罪立场的态度上 弗洛伊德事件引发对警察执法力度的讨论 辩论集中在何时何地需要警察的问题上 选民似乎更加支持重视执法的候选人 拒绝削减警察经费的人 明尼阿布利斯市长选举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在去年弗洛伊德去世以后 明尼阿布利斯成为警察改革运动的第一个地区 明尼阿布利斯现任市长民主党人弗雷 他为警察部门辩护反对解散警察 11月2日 他将会与16位极左派的挑战者进行斗争 而选民们在今天也将用公投来决定是否取消警察局 用另外一个执法机构来代替警察局的政策 据法新社的报道 纽约人在11月2日也开始投票 将选出下任纽约市长 预据民主党候选人非裔退休警察亚当斯 将击败共和党候选人斯利瓦 成为史上第二位非裔纽约市长 亚当斯在6月份在民主党的初选当中 反对削减警察经费的政策 他承诺加强打击在大流行病期间激增的犯罪率 另外在纽约州的水牛城 社会主义者沃尔顿将与现任市长布朗进行负赛 布朗也是一位民主党人 在初选中输给了沃尔顿 布朗将以书面参选 他反对削减警察经费 批评沃尔顿计划从警察部门削减750万美元 目前一些激进人士进行了一年的反警察抗议活动 并提出了削减警察经费的言论 随之而来的是全国最大的警察部门的招聘困境 以及暴力犯罪的整体上升 据美国警察兄弟会FOP的报告说 截止到今年的10月31日 执法人员遭遇86起伏击式袭击 是去年的两倍多 年度报告显示 2020年共有48起针对警察的伏击事件 而今年已经有281名警官在执行任务时被袭击 报告中表示 这些数字是战时数据 随着进一步统计可能会有变化 美国海军发布最新调查报告 10月2日美国核潜艇康涅迪格号 在印太地区国际水域发生的撞击事件 是因为核潜艇撞上了水底海山所致 但中共对这份报告仍然不满 并要求美军放弃在亚太地区作业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海军第七舰队11月1日 在发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说 调查确定康涅迪格号 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水域作业时 在一个未知的海山上搁浅 海军的声明没有说明 这艘核潜艇当时所在的具体位置 以及为何会撞上水底海山 但第七舰队指挥官将考虑 是否向相关人员追究责任 自从10月2日以来 中共政府一直向美国施压 要求公布核潜艇发生撞击事件的具体地点 核潜艇当时在执行什么任务 以及是否出现核泄漏 并指责美方遮遮掩掩 缺乏透明度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 拒绝接受中共所说的遮遮掩掩 他说 我们就事件发了新闻稿 说我们掩盖事件很奇怪 在美军11月1日公布初步调查结果以后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11月2日的例行记者会上 指出华盛顿应该停止派遣军舰 还有军用飞机来挑起事端和展示武力 而据《每日邮报》在11月2日 也就是今天的报道说 就在康尼迪格号撞上水下海山的10月2日当天 有39架中共战机正在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两天以后 创纪录的在24小时内 有56架中共飞机闯入了这个地区 再之后美中的紧张关系急剧上升 康尼迪格号是三艘海狼级攻击和潜艇中的一艘 为在公海上对付苏联潜艇的深水行动而开发的 自冷战结束以来 这三艘船已经被升级还有改装 来执行海军最敏感的一些任务 美国一些防务观察人士猜测 能够长时间在水下低噪音航行的康尼迪格号 当时可能在距离中国不远的国际海域 搜集中共军队的情报 近日 一名男子在一架从纽约飞往加州城郡的美国航空航班上 袭击了一名女性空乘人员 导致飞机在丹佛迫降 检方11月1日表示 20岁的加州尔湾居民布莱恩许被控多项罪名 针对乘客不守规矩的事件越来越多 交通部打算出台一份联邦禁飞名单 据报道 布莱恩许在飞机上与空乘人员发生争执 两次挥拳击中了空乘的脸 迫使美国航空的976航班紧急迫降在丹佛国际机场 空乘人员被送往医院接受脸部骨折治疗 克罗拉多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说 布莱恩许被控在飞机特殊管辖区域内 干扰机组人员和袭击罪 这一事件发生之际 有关航班上机组人员和乘客 遭到袭击的报道是越来越多 联邦航空管理局接到的航空上 不守规矩行为报告的数量也创下了记录 美国航空首席执行官帕克说 这一事件是我们所见过的最严重的不守规矩的行为之一 他承诺将会把布莱恩许列入这个航空公司的禁飞名单 交通部长布蒂贾奇表示 随着飞机上乘客不守规矩的事件增多 应该考虑出台一份针对暴力飞机乘客的联邦禁飞名单 今年到目前为止 联邦航空管理局FAA 已经报告了4600多起不守规矩的乘客事件 错误对待 虐待甚至不尊重机组人员 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布蒂贾奇在接受CNN的采访时说 我们将继续研究所有选项 以确保机组人员和乘客的安全 目前有一个由FBI管理的联邦禁飞名单 目的是为了防止已知和可疑的恐怖分子上飞机 在以威胁或暴力行为扰乱航班的案件激增以后 FAA今年早些时候宣布了一项新的零容忍政策 并且已经制定了超过100万美元的罚款 执行口罩令和处理最久乘客 被列为这类冲突的主要原因 据国土安全部表示 民事罚款现在从500美元到3000元不等 而针对屡犯者的最高罚款为1000美元到3000美元 11月1日亚马逊宣布计划在2022年第四季度 首次为科伊博计划发射网络卫星 目前亚马逊已经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 提交了发射和运行两颗圆形网络卫星的请求 2020年FCC批准了亚马逊的科伊博计划 这项计划打算在低轨道建立由3236颗卫星组成的网络 为全球各地提供高速联网环境 亚马逊直言 这项计划将至少花费100亿美元 在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以后 现在终于进展到发射卫星阶段 亚马逊将在2022年底发射这两颗卫星 会测试亚马逊通信和联网的基础设施 并与这个公司在美国德州 南美洲和亚太地区的地面站连接 这次发射测试 是亚马逊向数十个国家提供高容量 低延迟宽带网络服务迈出的重要一步 据说亚马逊的科伊博计划 将会与马斯克旗下的SpaceX 正在建立的星链网络展开竞争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希望之声TV 我是小兰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的节目